各种稀奇古怪的脸谱充实在大陆购物网站 最近它可是在拍卖网站引起疯狂抢购 近日有网友在网上晒出了几张照片 照片中白色面具放在了轿车后排的挡风玻璃上 黑夜里到后面来车开远光灯时 光线恰好打在这个位置 突如其来的惨白鬼脸在夜晚看起来特别惊悚 而大陆媒体也买来这种号称专制乱开灯的魔鬼面具 这远光灯一打下去 不少民众都表示确实很吓人 不少驾驶更觉得这种惩治手法 不但不能防范别人闪远光灯 一个不小心还可能酿成交通事故 而其实根据大陆道路交通安全法 在车子的前后方放置阻碍他人视线的障碍物 能处以约台币100元到1000元不等的罚还 但即便违法却还是难防部分驾驶 将装有恐怖面具的轿车给开上路 记者综合报道